爱狗的行列 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免于遭受生命威胁 能够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地 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 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 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 打造毛孩们 快乐又温暖的家园 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 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 使不同的身心灵状况 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 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 永续经营屏东严谱护生狗园 台湾旧狗协会 曾智底邀请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遭受遗弃 以及伤害的狗儿们 能在屏东严谱护生狗园里获得重生 西季得以共同实践佛陀 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话博帐号 50016766 50016766 护名台湾救狗协会 杀生补身 无异于身 有一位名叫佳佳的小女孩 她从小体弱多病 因此她的父母亲一直用偏方来帮她补身体 阿脸 你要带佳佳去哪里呀 我要带她去市场逛逛 顺便买一些补品 帮她补身体 也是 佳佳的身体太虚弱了 是该买些补品帮她补一补 这个佳佳 从小就体弱多病 本来以为她长大了身体会比较好 可是你看看她都十岁了 身体还是一样 是啊 为了这个小孩 他们家真的花了不少钱 尤其是阿脸 只要听到哪里有偏方 就会想尽办法买来给佳佳吃 为了给佳佳补身体 这几年 他们家吃过山鸡 喝过甲鱼汤 甚至就连穿山甲都买来炖汤吃 更不用说猪鸭牛羊了 甲鱼 现抓的野生甲鱼哦 要买要快哦 哦 那里有在卖野生甲鱼 甲鱼汤醉不身体了 佳佳 快 我们过去看看 嗯 好 太太 这是今天现抓的野生甲鱼 好吃又营养哦 好啊 你帮我处理一下 这只我要了 好的 我马上帮你处理啊 稍等我 哎呀 好了 佳佳 我们回家吧 回到家 妈妈煮甲鱼汤给你喝 从小吃过各种偏方的佳佳 身体依然瘦弱多病 有位邻居的母亲 学佛多年 她在得知此事后 便劝佳佳的妈妈 别再为了进步而杀生 阿莲 你去买山鸡 要煮给佳佳吃啊 是啊 佳佳这几天又感冒了 唉 她老是动不动就生病的 我想说 买几只山鸡 给她补补身体 阿莲 你们为了佳佳 还真的花了不少钱啊 前几天才买了甲鱼野兔的 今天又买了一只山鸡 唉 只要能让她的身体健康 不管花多少钱 都没关系的 像前几天啊 我听人家说 吃舌胆对身体很好 我们夫妻正在想办法买舌胆呢 对了 如果你们知道 哪里有卖舌胆 要记得跟我说哦 什么 吃舌胆 那种东西真的对身体好吗 听说舌胆很补的 所以我想买来试试 我现在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了 这种事情 你可千万不要相信啊 啊 这位是 哎呀 忘了跟你介绍了 这是我妈妈 她来我家住几天 哦 原来是阿姨啊 你年纪大 懂的事情一定多 想请问您 知不知道 有什么偏方 可以让小孩子身体强壮的 偏方我是没有 但是我知道 你这样做 是没办法让你的孩子健康的 为什么呀 你有想过吗 你为了你女儿 杀死了多少条生命 现在你还要她吃舌胆 你可要知道 吃一颗舌胆 等同于要一条舌的命 杀生罪业最重 你已经造下了这么多的罪业 你女儿的身体 又怎么可能会好呢 阿湘 阿姨她是学佛的吗 是啊 我妈妈学佛很多年了 难怪 学佛的人 总是喜欢劝别人 不要杀生吃肉 不过 我是不相信这些的 而且 我女儿身体不好 就必须多吃一些肉才行 因果报应 不能不相信啊 你这样伤害生灵 不是在救你女儿 而是在害她呀 不 如果我不让她吃些 有营养的肉类 那才是在害她呢 哎 佳佳的母亲 不听老人家的劝告 依旧时常按照偏方 买各式各样的野生动物 给女儿进步 老婆 佳佳的感冒 好像有好一点了 真的吗 太好了 我就说嘛 那些偏方啊 一定有用的 等等让她喝下山鸡汤后 我想 病就会全好的 是啊 前几天 不是有人跟你说 吃蛇胆 对身体好吗 我 已经拜托我同事 去乡下找蛇胆了 是吗 对了 刚刚我回来的时候 遇到了阿湘 跟她妈妈 你知道吗 她妈妈竟然说 我买这些东西 给佳佳吃 是在害她 是不是还说 我们 这是在杀生 吃了 身体也不会好的 对呀 对呀 你怎么知道 难道 你有遇见她妈妈吗 不是 说这些话的人 是我另一个同事 她一听说 我要找蛇胆 给女儿吃 就这样跟我说 该不会 你的那个同事 也是学佛的吧 是啊 没错 真巧 阿湘的妈妈 也学佛 他们学佛的人 说的都一样 我才不信那些 要是家家 不多吃一点 有营养的东西 身体怎么可能 会好起来呢 是啊 你赶快把山鸡煮了吧 家家应该快醒了 然而 时常进步的家家 身体反而又增添了 新的病 妈妈 我的身体好痒好痒哦 宝贝 妈妈帮你抓抓就不痒了 妈妈 还是很痒啊 你可不可以用力抓呀 哎呦 阿莲 家家 这是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她身上就突然长了很多红色斑点 整天都在含痒 那你怎么不带她去医院检查啊 怎么可能没去 我带她去了好几家大医院看 可是医生都说查不出病因 那是当然的 因为这是因果病啊 如果你真心为你女儿好 奉务劝你不要再杀生 帮她进步了 要是那样做的话 我女儿的身体只会变得更糟糕而已 就在这时候 家家的爸爸回来了 手里还拿着装有蛇胆的袋子 老婆 老婆 我同事帮我买到了 买到了什么 蛇胆啊 你看 我同事帮我买到了八个呢 太好了 家家 你的病就要好了 我们赶快回家吃蛇胆吧 哎呀 你们千万不能让孩子吃蛇胆啊 这样只会让她的病更加严重的 阿姨 蛇胆可是价格昂贵的药材啊 对人的身体很好的 对呀 我朋友给的偏方都很厉害的 我相信家家吃了蛇胆后 身体很快就会好起来 唉 他们真的会害了那孩子的 会害了孩子 是啊 他们的孩子会得怪病 就是果报的缘故 他们不但不悔改 反而继续杀生 这样因果报应会更加严重的 回到家后 家家一连吃下了八个蛇胆 宝贝快把它们吃了吧 吃下去后 你的身体就不会痒了 而且也会变得健健康康的哦 是啊 家家快吃吧 嗯 好 老公 你看 我们宝贝睡得好甜呢 自从他身上涨了红斑后 今晚 可是他睡得最安稳的一次了 是啊 希望家家明天一觉起来 就变得健健康康的 然而 家家的父母没想到的是 隔天一早 家家全身皮肤变得松弛并下垂 像极了老人家身上的一条条正纹 可爱的小女孩 一夜之间竟变成了一个小老太婆 天哪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的宝贝 你是怎么了 怎么会变成这样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妈妈 我的身体是怎么了 一个才十岁的可爱小女孩 竟然因为吃了舌胆 而活生生变成了一个小老太婆 唉 原本可爱的家家 竟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真是令人不舍呀 是啊 阿灵夫妻真的不应该 为了帮家家进步 而伤害那么多的生命 这都是暴影呀 嗯 你妈妈说得很对 伤害生灵 杀生进步 是无法让身体变健康的呀 最自卑的佛法教室 请在生命电视台 最自卑的佛法教室 请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